以海峡两岸跨海通婚为背景 现代高甲戏围头新娘 11月25号晚 在福建泉州首次公开演出 讲述了敏台两地 炮台变舞台 战火变烟火 冤家变亲家的动人故事 我们2020年就已经开始一直在酝酿 包括已经主创人员去围头采风 各方面的寻找素材 是从去年就开始 今年正式投入到我们的排练场进行排练 作为首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地方戏种 能美能丑 一状一邪的高甲戏 是闽南地区最大的戏曲剧种 是福建草根文化的重要载体 其影响力已经逾越方言地域 成为闽南侨乡人民情感交流 和海外侨胞文化认同的重要符号 高甲戏围头新娘 它一方面就是能够挖掘我们本身高甲戏的一些丰厚的艺术资产 然后再根据导演的要求 比如说心中有根 心意当中我们能够找到自己的根脉 所以我们一方面就是追求 比如说我们的舞台样式 比如说我们的演员表演 我们的服饰展现等等 我们都有一些心意 但是我们的表演又是在这一个传统 高甲戏的元素里面给它激活 据了解 星边高甲戏围头新娘 由泉州市高甲戏传承中心创牌 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陈娟娟 携爱图 国家二级演员陈晴雨领衔主演 郑天龙 叶建国 黄光荣等一大批实力演员 连妹出演 陈晴雨在剧中饰演第一个围头新娘 红飞燕 首次在现代戏中担任主角的他认为 与传统戏不同 现代戏不能有太多城市化表演 但又不能脱离高甲戏剧种的艺术特点 这个度不好把握 古装戏呢 它是城市化的东西特别多 然后它比较写意 比较讲究唯美啊 画面的这种东西 那么现代戏呢 它就是比较偏向于生活化的东西 它也不能带有太多城市化的东西 因为太多城市化东西进去了以后 人家就会很跳戏 它就没有那种共情性 现代戏呢 就是要比较有共情 要跟观众有一个比较直接的 让它们产生共鸣的一个东西 然后呢 就是要在身段上面多一些 多一些改变吧 然后还是蛮有那种 蛮有挑战的 在大陆距离金门最近的地方 福建省靖江市京井镇围头村 这个不到三平方公里的小渔村 曾落下五万多发炮弹 由此得名海峡炮战第一村 1979年告台湾同胞书发表后 随着两岸恢复交流 地缘变商缘 商缘迁英缘 如今围头村已成为两岸通婚第一村 有上百对两岸夫妻 书写了一个个冤家变亲家的 英缘家话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